向来给人敢怒敢言形象的人权律师兼社运分子西蒂卡辛 今天在40名支持者的陪同下到吉隆坡推示庭面控 控状指出54岁被告去年4月3号晚上 在吉隆坡一家酒店的跨性别活动上 阻止上门突击的一名联邦直辖区宗教局官员执法 抵触刑事法典第186妨碍公务员执法的条文 一旦罪宠将被监禁最高两年或罚款最高一万令吉 或两者监视 被告否认有罪 推示准许以3000令吉保释外出 并责定案件在8月22号过堂 西蒂卡辛指出 控方在他准备通过民事诉讼 起诉在跨性别活动上逮捕他的官员后 将他提控上庭是一种恐吓行为 西蒂卡辛已经取得该名官员的名字 并将在近期内提出诉讼 西蒂卡辛过后发表文告 强调无论任何性别种族和信仰的人都获得法律保障 不应该遭到迫害和不公的逮捕 在吉隆坡安邦推示厅 一名罗里司机涉嫌踢打妻子被控上庭 被告承认有罪被判处监禁六个月 刑期从逮捕日6月21号算起 控状指由于妻子和孩子得知被告在家里吸毒后 拒绝回家 结果被告一怒之下 踢打妻子的脸部和腹部 抵触刑事法典第323蓄意伤人条文 焦点转向以保地庭 一名33岁银行前职员 被控在2015年10月到今年6月期间 滥用职权在霹雳9栋一家银行 分别私吞银行客户的7000令吉 房贷存款和1万令吉贷款 抵触刑事法典第409失信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监禁两年到20年 或罚款及编持 被告否认有罪 法官批准被告以4万令吉保释外出 并责定案件7月17号过堂 NTV7综合报道